俄乌开战前,战斗民族的称号响彻互联网 作为全球第二大军事强果 俄罗斯成为了平衡东西方势力的顶梁柱 普京的硬汉总统形象也深入人性 在国人的眼里,大毛拿尼奥毛 似乎就像老美拿捷伊拉克一样简单 然而真正开打后,大毛伟岸的形象却彻底崩塌了 这一仗还没打完,大毛的武器就陷入了质效 即使普大帝亲自下场退效 曾经疯狂撒币的小弟们也不买账了 更令人伤心的是,在国际会议上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印度总理莫迪老县 在会见普京时,都敢迷目张胆的迟到了 真所谓树道护寸散 大哥不好干呀,俄罗斯能震慑全球 或许只剩手里的核弹了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俄军如此拉胯的表现呢 这还要从他的兵役制度说起 从苏联时期开始,俄国一直实行的都是义无编的制度 这跟我国的兵役制度一样 不过俄罗斯地光人气,全部人头加起来还不够我们的领头 这么点人,却要守护世界第一的广阔领土 所以俄罗斯并依法规定 年龄在18到17岁之间的俄罗斯男性公民 必须承担服兵役的义务 这种制度要是放在我国,六亿解放军上战场 那是什么画面呢 前面的部队都开到华盛顿了 后面的战友还没轮到上战车呢 而且俄罗斯的义务兵的年限只有一年 待遇和训练也很差劲 这就导致了这帮人上战场后根本没啥战斗力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 我们都知道,勋宗呢是相当要面子的人 要打就要打出名堂打出气势 但是光靠国内这帮义务兵 想要展现大国分范属实有点难的 毕竟一个月才几百块 你玩什么命啊 于是苏联开始大撒币 真招合同兵 没想到这帮拿钱办事的合同兵还挺局气啊 打起仗来比义务兵本多了 仗打完后,苏联就将义务役制度改成了 义务兵和合同兵并存的模式 等到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继承了这一双轨的兵役制度 同时俄国宪法规定 义务兵负责保家卫国 若国土未受到威胁 义务兵不得出国作战 合同兵则不受限制 换句话说的就是 钱少的负责保家卫国 钱多的负责杀人放火 这也就意味着 如果俄罗斯想要发动对外战争 就不得不严重依赖合同兵 在普大帝先后发动的 格鲁吉亚战争 以及叙利亚战争中 合同兵都是绝对主力 所以俄军号称百万的现役总兵力 能投入到俄乌战场的只有40% 当然 为了保证能顺利拿下乌克兰 普大帝还祭出了另一套杀手锏 那就是瓦格纳雇佣军集团 这帮人堪称拿钱办事的典范 上到能非洲打野 下到能叙利亚捉逼 而这只雇佣兵的前身 就是俄罗斯的斯拉夫军团 2014年普大帝兵不血刃的占领了克里米亚地区 乌东独立闹得沸沸扬扬 此时的乌政府军还控制着 卢干茨克和顿涅茨克州的60%的领土 眼看着当地的民民组织被打得丢盔卸甲 还在克里姆林宫遛狗的普大帝坐不住来 他先后派出了两支部队支援当地民兵 其中一支由俄中校德米特里 乌特金指挥 这老独子是个狠人啊 他给自己的代号是瓦格纳 手下的部队便被称为瓦格纳雇佣兵的军团 不同于传统的雇佣兵 他们背后有俄国的金主称耀 这帮人训练有素装备精良 主要成员都是退役的特战部队 什么通信专家战术顾问 特警散兵飞行员 狙击手炮兵突击队长 基本上涵盖了整支作战部队 所需要的各层官兵或士兵 而且他们的装备堪称豪华 除了使用轻武器或者是榴弹发射炮 还可以熟练操作MT-12反坦克火炮 T-72主战坦克等重型武器 甚至具备了米格-29战斗机等航空装备 轮火力 一些小国家的陆军都没他们的称头 妥妥的属于财大气粗了 在他们的支援下 乌东武装人员战斗力大增 这才有了跟乌政府军相持八年的底气 当然拥有如此豪华的人员和装备配置 瓦格纳组织的业务范围也是十分广泛 除了提供必要的军事力量 还可以提供媒体公关服务 网络虚假信息宣传活动 以及帮助选举舞弊 相传这只雇佣兵 就曾干涉过2016年的美国大选 也就是特朗普当选的那一届 最后就诞生了后续的一系列事件 比如通俄门 2015年 为了帮助巴什尔夺回叙利亚政权 俄罗斯以雇佣军的方式参战叙利亚 出于兵力不足的考虑 俄军的很多现役部队士兵连夜退役 然后跟瓦格纳公司签署了雇佣协议 连人带武器的火线加入瓦格纳雇佣兵的集团 这让瓦格纳雇佣兵的实力急速扩充 成为了俄罗斯对外战争中的一支王牌部队 而且这帮人不听命于俄国防部 只听命于克里姆林公 还被媒体称为普大帝的私人白手套 另外一支部队就是车臣地方武装了 作为普京的谜弟 小卡德罗夫在民面上做的那是相当到位 但他并不打算在乌克兰战场上玩命 毕竟自己就这么点家当 真打完了也没人心疼呢 总结起来俄军这四支部队虽各有千秋 但都是有那么点小瑕疵 国内义务兵的人数最多 却不能出国作战 合同兵钱少是多 战斗力拉垮 一遇到挫折呢首先开转 车臣武装又都是龙套演员 唯一能扛起弓箭大旗的 也只剩下法格纳雇佣兵了 但这帮人毕竟是拿钱办事的 丝毫不会顾及俄国的脸面 什么大锤虐杀 那摩车阵的黑料 此起彼伏 弄得普大地都没眼看了 再者呢 就是俄国的情报部门 也出现了重大失误 本来他们认为 俄军能与闪电战的形势 踏平基辅 吞并无动 然后在乌克兰扶持一个 亲俄的政府上台 所以俄军在开战一时 采取的都是以 迎接战斗群为主的狼军战术 各个迎接战斗群 不需要等候最高层的命令 他们自己就是一个战斗群 可以一路狂冲 丝毫不考虑 后勤跟不跟得上 可现实是 在北约跟老美的脚屎下 俄军兵败基辅城外 闪电战打成了持久战 打仗打到这份上 演员同志反正是破罐子破摔了 即使磕掉门牙 我也要死磕到底 你北约跟老美 总不能看着我灭国吧 反观俄国这边 其实也不着急啊 毕竟欧洲那帮犊子们 还等着我的天然气过冬呢